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来研究出世必要的第十课 裴心得 裴心得顾名思义 就是要培育我们心中的固有道德 我们说要培育一个孩子长大成人 要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必须要有这个孩子 没有怎么培养 所以裴心得有一个前提 这个得是本来就有的 就是还没有长大而已 本来就有 我们人心有三个最重要的得要培养起来 就是智慧 仁慈和勇敢 这个叫做智人勇 三达德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种子 就像一个婴儿 虽然小好好去培养它 它会长大 但是它是存在的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爱心 没有勇敢 我们都具足的 好好去栽培它 一定会成熟的 一定会结果的 可是呢 是什么会妨害我们的心得 壮大成熟呢 那就是有很多栖心败德的事情 你去做了 就会妨害它成长 好像你手脚 你把它绑起来当然长不大了 对不对 你的眼睛呢 拿针去刺它 它当然看不见了 所以不要破坏它就好了 道德不需要去创造 不要破坏 那本来就有了 所以我们要严防 自己有一些会破坏你道德的行为 那把它去除的话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心得者修行之根本 若是不讲心得修行何意 弃心败德之事也说不了许多 然有几件不可犯者 犯了病多地狱 当然人弃心败德的是很多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 绝对不可以犯的 前嫌大德啊 有把它指出来 告诉我们特别这几点不要犯 犯了定夺地狱 犯了以后你就没有良心了 没有良心当然夺地狱了 没有良心就是魔鬼了 就下地狱了 一月望银宝 银宝先贤是子路恩人 望了子路恩人 岂不是七心败德 银宝是榜样好就要学它 银宝是榜样不好 不要学它 亦不要翻脸 第一个不能忘银宝 不能忘恩不能忘记银宝 银宝是 比方说如果我们犯了重罪 判了死刑 然后有人来保我们出狱了 保我们出了监狱了 它要承担很大的干系 银宝是这样子 它保你修行 如果你欺失灭祖 藐视前人 这叫做平静不端正 银宝师呢 就要受到连带的责任 好像你帮人家做保一样 做保只不过是钱 大部分做保都是做钱的保 但如果是保一个死刑犯 给他一个机会 改过自新 然后我来替他做担保 这个恩大不大 当然大了 那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么重的罪啊 有我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的 都会到严罗王那边报到的 因为银宝师帮你做保 所以你可以呢 天榜挂号地府除名 因尸步上勾了账 生死步上勾了账 一笔勾销 免了严网与判官 不用见严罗王也不用见判官 这个恩大不大 这当然大了 我们来得到是民心性了生死 所以这个恩不能忘 不能忘这个恩 这么大的恩都可以忘 那还有什么恩不能忘 所以说我们不要忘恩 那银宝师当然他品德高尚 我们可以学习他 银宝师如果品心不端 我们就不要学他就好了 但是绝对不能忘恩负义 翻脸无情 一个人借一百万给你 然后他品性不好 他还是借了一百万给你 这是两回事 你钱还是要还 你不还钱你也要报恩 要感恩 一个人救过你的命 所以这个人品性不好 我就不感恩了 这是两回事 他终究过你的命 就像父母亲生了你 不能说父母亲品性不端 我就不孝顺他 品性不端还是父母 他品性不端是他的事 生你是另外一回事 你没有他你就生不出来 所以银宝的恩是不能忘 那是让我们能够 民心性了生死 能够重新做人 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那个翻身的机会 这个恩很大 一月背离先贤 先贤平日开世 救你出苦 恩重如山 听不尽忠言 内心不知自诚 翻了脸又去投别人 或有先贤 偏头磨道 望主背根 那就依不得他 各做各事 勿寻人情 再来一个不能犯的 就是背离先贤 先贤就是前贤 我们在道场中 在前面指导你的 成全你的 这些前辈 那么不要背叛他 离弃他 背叛离弃 忘恩负义 因为我们进入道场 就是要靠这些前辈来 开示我们 不然光求个道 开示我们道理 告诉你要怎么样子修行 怎么样改毛病去脾气 怎么样步步操身 这个恩德呢 不能忘记 那大部分人会跟前辈翻脸的原因 都是因为听不进忠言 原因就很简单 就人家好言相劝 听了不高兴 不高兴就翻脸了 翻脸走人 当然也有前辈走偏了 投入旁门左道 这个我们就不能说去追随他 如果只是说 好言相劝 忠言劝谏 听不进去 就翻脸无情了 这个就是一个 欺心败德的行为 那这个一定要 深知警醒了 不要犯了这一条 一月欺压道亲 自事才学 或自夸门士 或智障有功 看不起穷寒老实之人 欲人办事又存嫉妒之心 暗地去主 赦强夺 此乃私心量小 亦是坏德 还有就是欺压道亲 或是帐励欺人 或是乱财傲物 或是认为自己功劳大 瞧不起人 欺压道亲 这是以强凝弱 以大欺小 还有就是嫉妒别人 嫉妒别的道亲 修行好 功劳多 然后人缘好 想尽办法要去 度财技能 要去阻碍他的发展 这个罪为什么大呢 所以这个人逼迫别人不要修行 见不得别人好 或者说欺压人 让人家觉得受辱 不想修行 不想留在道场 这叫断人会命 我们讲 凝动千江水 勿乱道人心 人家修道修得好好的 你说一些有的没的 道真的这么好吗 道场有好多问题 好多事 他心乱了 信心动摇 这个最大恶极 这要破何何生 这个是犯了定夺地狱 勾出天盘 很危险 我们说求道保证超生鸟死 但有几条犯是会勾出天盘 这边写出黑字来 就这几条 犯了定夺地狱 那还有一些 这些就是常有的啦 这三条呢 我们就是千万不要犯的 第一个望银宝 就讲规计败糗逃嘛 你不能把糗逃给堕掉啦 然后呢 不听忠言 不接受成全 那这个是你自断成长之路 还有就是呢 扰乱道场 欺压道秦 欺压道秦 就让道秦觉得 修不下去了 那这个就是 破坏道场 这些是最严重的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呢 又有等口是心非 狡猾奸诈 在私有面前 全部讲实话 总要表自己之功劳 扯人家之败路 翻着脸 打算开戒闹事 说糊涂大话 吓人 如此欺心败德 天地断不容情 有口是心非 一天到晚 自吹自擂 说自己修得多好 功劳多大 做了多少事情 然后呢 阻碍别人修行 扯人家败路 人家想要行功了愿 自己就在那边冷言冷语 冷嘲热讽 最好你都不要做成功 见不得别人成功 不要扯人家败路 那这种人到最后呢 到最后就很容易翻脸 恼羞成怒 最后 就讨人厌 也夸大不死 自吹自擂 又阻碍别人修行 阻碍别人行功 最好都是自己的功劳 最好别人什么都不成功 一切以我为尊 这种自尊自大的人 然后呢 很容易就恼羞成怒 就打算开戒闹事 就说糊涂大话吓人 什么叫说糊涂大话吓人 就是讲一些恐吓的话 我要怎么样让你们都修不下去了 要怎么样来破坏道场 以前关考的时候就说我要去报警 这就是所谓说糊涂大话吓人 这个天地断不容情 又有银心未断 色根未除 时时胡思乱想 有许多对不得人 说不出口的念头 甚且暗中破戒 明帝做人 这个样子怎么瞒得神明 银心未断 色根未除 就是所谓的男女不轻 男女不轻 在道场里面 前道困道一起修行 难免同修共办 同进同出 然后又谈得来 志同道 我们又谈得来 但是呢 自己 这种银心不断 就会 就会这个 破戒考道 蛮不得神明 这是蛮不得神明的 就常常有这种事情 有道亲 这种男女不轻的 上回我才听一位道亲讲 说看到一位道亲 道场修了好久的老前贤 就是有夫之父 有夫之夫 手牵手 到山上去约会 选那个山上 很偏僻的山上 偏偏道亲去爬山 就给他看到 就这么巧 你手牵着手这样下来 那不是道亲吗 所以我瞒不了神明 那个道亲还说 他根本没想去爬山 那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 就想去爬爬山 就可以他看到 他独厚 所以瞒不了神明了 殷心不断 色根未除 这个也是常常会有的 还有贪财之小人 专占便宜 哄骗人家银钱 匪己润身 不失甜还 又无功德能销 如此欺心 来世 定辨 促身还债 这也道场中也常常会有的 乔丽明目 要做生意 要投资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 就是占人便宜 骗钱 召会 道场中这种事情也很多 我在台北就有一位 不是我们道场 其他的道场 有一位讲师 诚心的不得了 对于成全道亲 热心公益 每一个道亲的家庭 他都常常去做家访 现在你家里面 什么样情况他都很了解 然后呢 他又最热心 又最牺牲奉献 所以大家最信任他 就召会 召会大家都相信他 那召会又高 利润也高 最后招了几百万的会 就不见了 在道场中这种例子 还蛮多的 因为道亲都相信嘛 对不对 大家满嘴仁义道德的 比较容易相信 然后 然后就有人 就抓住这种人性的弱点 就骗人钱财啊 那这个是 一定会变成畜生还债的 这个不要想说 哇我回到天上去 那不可能的 看这种事情是 你就算求得到 也一样 回不去了 以前可以变畜生还债 现在很难 以前说 古代说还可以 坐牛坐马来还 现在我要牛要马干嘛 你也不能变成 投胎坐汽车 这个可麻烦了 所以像这种欠钱 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还 他真还不知道要怎么还 最好是不要欠钱 这很难还 不知道怎么办好 尤其 这些钱被归空以后 就回天上去了 天上不需要用钱 你怎么还 没地方还的 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说这个欠人钱财 这个绝对赶快还清 这不是闹得玩的 到时候无处可还就麻烦了 又有等不质量身份 一昧贪事 办不下来的事 勉强去办 力量小担子重 押出磨来 竟然不畏天命 干犯佛归 岂不是欺心败德 至遭堕落 这就有这样的人 不自量力啊 浩大喜功 贪功求果 没有那个能力 要做那么大的事情 最后就所谓压出磨来 担子挑戴都会压出磨来 走火入磨 常常有这样的人 新建大道场啊 没这个人力和财力啊 人不够多财不够多啊 然后呢 最后就会入了磨 就会有这些天磨啊 告诉你 有什么样力量可以帮助你 多少人来帮助你 多少钱财来帮助你 这就麻烦了 以前我就 刚刚领命的时候 就有碰到这个事情啊 就我们到场的一位 也是一位前贤啊 一位老修啊 在我们老钱人时代 就是当山财的 他就带我去一个神坛 就是济宫坛 济宫老师灵坛 写了一篇讯文给我 说我们师徒联手啊 三年可以度十万人 笑胸 三年度十万人 我每天点也点不到十万个 一个人能点几个 点到手 肿起来也点不到十万个人 就看你有没有靠你这个贪心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听了以后 真的当一回事了 哇哇 三年要度十万人 老师来帮助我了 老师选中我了 这就压出魔来 对不对 你中火入魔了嘛 那压出魔来就会怎么样 这竟然不畏天命 我刚刚讲我碰到那个例子 如果我硬要干的话 真的相信那个老师批训啊 要度十万人 要建立大道场的话 那就不畏天命 干犯佛归 有一个办法 我一个人怎么点得了十万个人呢 我也没有天命啊 那没关系啊 老师直接来支持我的 我选一百个人当点传师 这就做得到了 对不对 那通通犯啊 不畏天命 干犯佛归都犯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 尤其当到点传师 有的当到坛主 就受这种考 就一个坛主啊 说到大陆去开荒 开荒办道 然后圣凡兼修 一方面呢 在那边做房地产 盖房子卖嘛 就找到一个 广西那个偏僻的地方啊 盖房子卖不出去 盖房子卖不出去 盖房子卖不出去呢 就 哎 又押出膜来了 这时候呢 老师就戒销 激功老师就戒销 就说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是上天选中的圣地 将来龙华三会 要在这里举行 江子牙有风神榜啊 风神台就要建立在这里 我们要在这边招募 几十亿的资金 要盖龙华三会的大道场 谈阻而已 就开始回到台湾来 到处招募 我现在在那边 还真的盖了一个大道场 然后什么道都不能办 明目张胆的这样招募资金 被中共啊 被国家接管了 所以这个就是 力小弹众啊 押出膜来 所以我们不要说 劝人家要发大心啊 发大怨啊 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耐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 没那个能耐 想要做大事 最后就入了魔了 所以这个大问题 又有任道伯真 也懂得办公结缘 而自己情性不改 脾气暴躁 一时尊敬先贤 亲热道友 一时反面无情 且而伯代父母 抵触师长 或弟兄不和大家争吵 此时根本之地差了 岂非七心败得乎啊 最主要就是脾气暴躁的人 脾气暴躁 有这样的人 就是不改自己的性情 性子来了 就乱了套 有时候很热情 亲热道友 尊敬先贤 有时候呢 就翻脸无情 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就一定要改 一点点小事 就一天到晚吵闹不休 兄弟姐妹争吵啦 鼓逆父母啦 抵触师长啦 虽然他任道很真啦 也半道啦 也行功了愿啊 也广结善缘 但是呢 火烧功德临 房子盖很大 但是一不小心就放火烧了 这也是很可惜 就只是脾气暴躁 易怒啊 就很多好事啊 都坏了 很多善缘都给坏了 多少道场领导者声名赫赫 只因一念七心啊 暗地做败德之事 上天不佑树孽缠身啊 其有 竟有堕落不堪则已啊 还有很多声名赫赫的领导者 没有赔心得啊 光是 光是这个 办大事 但是德性没有培养 道德没有培养 然后呢 这些毛病都没改 这边讲的 色心啊 贪财啦 还有什么 体系暴躁啦 不量力而为啦 忘恩负义啦 欺压道亲啦 背叛前嫌啦 这些毛病都不改 人很容易犯这些毛病 我们人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宁可去做大事 我们也不要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一些毛病习气 面对自己心中的很多的魔鬼啊 你跟心中都有很多魔鬼啊 心魔嘛 这些都妨害你的心得的成长 没有把这些心魔去除不行 心魔不去除啊 好像这个花圃里面的这些杂草不拔掉 这个花是长不起来的 虽然很多花很多种子 但它没办法发芽成长 因为杂草太多了 那杂草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 大致上是这些啦 还有很多大致上是这些 故修行人应时时惧怕七心败德 防范之法如下 所以我们要惧怕七心败德 要不然的话你修一辈子办一辈子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盖了高楼大厦 一把火全烧光 跟功德全无了 很可惜 就算是前辈领导 都会犯这种事情 所以要警醒自己 那要怎么做呢 一要孝敬前贤 二要久敬师尊 三要和睦道亲 四要正直无师 五要午夜致师无惭愧处 六要银钱清白 不沾分文 七要首份安命老成做事 八要讲究根本 做好榜样 这八条呢 也很白花 自己啊 提醒自己 这八条想一想 时常用这八条呢 来检讨 我有没有做到这八条 这八条看起来很多 事实上并不难做到 要不要做而已啊 对不对 孝敬前贤 前贤啊 道场中的那些前贤大德 前人啊 典传师啊 前面有讲啊 如果说 偏投磨道啊 偏投磨道被主忘根的前贤 就不要跟他啦 各作各式 如果贤贤大德只是 说话比较直 会规劝你 那你当然要 能够尊敬他 顺从他 这没什么困难 久敬师尊更不要说了 我们基功老师 师尊师母 弥勒祖师 当然要永远尊敬 我相信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 和睦道亲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道亲相处 一定要和睦相处 不要整天你 你讲我对 我讲你错的 是是非非的 互相指责 互相看不顺眼 所以道亲相处 最重要就是要和睦 不要伤了感情 不要一点件事情啊 就互相指责 伤了感情 第四个就是要正直无私 要正直没有私心 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正直就是公 就是公心啊 一切丙公处理 这叫正直 站在公家的立场 不要站在自我的立场 这个在这个时代 是很容易 在道场中 你要做道场很容易 因为你只要不公平 不公正 就有一大堆的反弹 现在人和以前不同 马上人家就反弹 你只要不要硬干就好了 马上就会听到很多声音 很多不满的声音 所以这个不会说你不正直 然后自己都不晓得 不会的 不平则民 在这个时代已经 别的没有 以前古代不是 以前古代不公平的事情 大家就人气吞声 现在不会 现在一点点不公平 我马上降降了 五要午夜自私无惭愧出 半夜睡觉以前 不要光想说 想一些 今天一整天 谁对不起我 谁对得起我 这些恩怨是非 不要想这些 不要想说明天我要做什么事 睡前就要想说 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些惭愧的事情 不该做的事 不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功夫 六要银钱清白 不沾分纹 这个比较容易做到 尤其是我们道场 单纯 一般来讲 你要新建大庙 就比较麻烦 前进前出 就比较麻烦 像我们这个 租房子当道场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银钱好沾 七要守奋安命 老成做事 守奋安命 老成做事 守奋就是说 守自己的本分 安命就是说 就是说 看自己的能耐 我的本分就是 我不要说我是坛主 我就把我坛主的事做好 当坛主不要想去 做典传师的事情 当典传师不要想 做前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有本分 要守住你的本分 所谓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安命就是说 要量力而为 我能力有多少 又做多少事情 不要力小 心大 最后就前面讲 压出魔来了 什么叫老成做事 就是做事 不要图大 图快图多 我们说这个人老成 老成的意思就是说 他做事小心 谨慎 不求有功 先求无故 不要出差错 不要坏的事 不要光想说 成大功立大业 要坏的事就好 这个事情我不要出差错再说 不要说做得多漂亮 多轰轰烈烈的 起码不要有失误 这叫老成做事 前提就是不要做错 八要讲究根本 做好榜样 那讲究根本呢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 根本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裴心得 我们心中有 自人永三达德 这个是要时常告诉自己 我心中本有的东西 就像我眼睛看得到 我就应该让他看得到 耳朵听得到的 我就应该让他听得到 我们心有这个功能 智慧 仁慈 勇气 这个我们要去把它 把这个本有的东西 固有道德 要给它发扬出来 然后来做别人的榜样 做好的榜样 凡对不住天的事 一件也不做 对不住人的话 半句也不说 宁可人欺我 我断不欺人 果然心得培养 上可以感神 下可以感人 人神欢喜 自然不招摩考 办公则工成 修果则果就 所以我们 办到 办不成 办事办不成 都是因为招摩考 人神共分 人也讨厌你 神也讨厌你 当然 不会让你成功的 所以一定要能够 人神欢喜 人也喜欢你 神也喜欢你 那怎么样呢 品德高尚 没有别的 不是你能力强口才好 学问好 品德高尚 心得要培好 心得培好呢 就是要把 要把这些坏心眼 前面讲的一些坏心眼 这些要除掉 这些坏心眼 不要让它存在 但是我觉得我们人 最麻烦的就是 要说到自己的 所谓自人勇 好像很疏远很陌生 没有感觉得到 我有什么智慧 我爱心也不够 要爱很少 怨恨倒是很多 然后于此 我疑惑的事情太多了 我这什么智慧 对人对事对物 我的智慧判断 霍乎其凶 先见之明 一样都没有 都只有疑惑而已 讲到智慧 我的问号太多了 明天要怎么办都不晓得 今天要怎么跟人相处都不晓得 怎么教育子女都不晓得 怎么跟家人相处都没办法了 不要说做别的事了 没有智慧 没有勇气 心中充满了恐惧 不敢承担 所以整天活在恐惧 担忧之中 那就不勇敢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面对自己的心得 心中朋友的道德 觉得很陌生 觉得没有信心 可是面对自己的什么 坏心眼 却觉得他的力量好大 自己的懒惰 嫉妒 贪心 恐惧 怨恨 骄傲 脾气暴躁 这就觉得他们都好大 好庞大 消灭不了了 这是我们的大问题 我的焦虑 我的彷徨 所有的坏心眼 无法抵抗 所以讲这一堆下来 就会觉得害怕了 这些搞不好 我每一条 我都可能一不小心就犯 那犯了以后 就像这边讲的 犯了定多地狱 那不就多地狱定了 我们强调就是 我们面对心中的这些魔鬼 我们觉得说 心中的圣贤 好像都退隐到 退隐三菱了 我感受不到 刚才讲的 智慧 仁慈 勇敢 力量很微薄 但是贪嗔痴的力量 非常的大 不相信自己可以对付得了他 这是我们对于心的 一个误解 我们总是觉得 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性格 一辈子都改不了 因为我们从小 大概看父母亲就是这样子 暴躁的就永远暴躁 自私的就永远自私 悲伤的就永远悲伤 紧张的就永远紧张 我们人总是对于自己的 这些毛病啊 好像赋予他好大的权力啊 好大的权力 觉得出 我不可能 他的力量太大了 不可能改变了 这个是一种错误 对心灵的一种错误认识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 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 像我们修十三宝 三宝 用三宝来对付我们心中的魔鬼 来消灭他 昨天我来看我的部落格上面 他有位道卿留言说 当他 当他这个 心情非常恶劣的时候 用三宝 没有用 用三宝来对峙自己的 恶劣的情绪啊 发现没有效 没有效就更肯定这个东西厉害啊 对不对 我生气的时候用三宝没有效 哇那生气比三宝厉害 魔力高强啊 对不对 我悲伤的时候用三宝没有效 哇那这个悲伤魔 比仙佛菩萨还厉害 这个都是我们先肯定他 我们都事先已经觉得 他是不可能改变了 我们西天二十八代主持啊 有第七代主持 他这个人很特别 他这个人就是整天啊 拿着一个酒瓶啊 就酒鬼啦简单的说 拿着酒鬼就在路上走 也不住家里的 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叫他狂人啊 有点像李白那样子 整天拿着酒瓶啊 在旷野中走来走去 有时候就唱歌 有时候就狂笑 大家都称他为狂人 不知他性能 结果后来第六代主持 不是六祖慧能 是西天二十八代主持 第六代主持 看到他了 他一看到这个主持啊 就把酒瓶一丢下 又跟他出家去 后来成为第七代主持 毛病这么多 那个狂人 又喝酒成习的 然后完全 简单说个反社会人格 完全不接受社会规范的人 酒瓶一丢下 不只是出家 成为祖师 这个第七代主持 给他的传法记 就是把祖师的位置传给他 而且传法记上面讲 这传法记我跟大家讲一下 无心无可得 我们不是得道吗 得道 大道得到心法 三宝心法 三宝心法就要用来什么 用来救这个心啊 用来救这个心啊 把你这个坏心除掉 好心把你培养起来 对不对 他说无心无可得 其实我们认识自己的心 刚才我们讲的 忍识 勇敢 智慧 我看不到 贪心 嫉妒 恐惧 徬徨 沮丧 忧伤 这个常常看得到 这就叫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道心是很以为的 隐为的 其实智慧 仁慈 勇气 都是碰到事情才出来 它平常不存在的 如果平常存在 平常时常告诉我 哇 谁敢得用 那就是着魔了 或者说 哇 好有爱心 好有爱心 又想着就想着泪流满面 这叫着了悲魔 这都是着魔的 或是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的 辩才无碍的 这个都是着魔 自然永平常都是不存在的 碰到事情才出来的 才会出来的 所以说无心无可得 所以我们传道就是告诉你 你要去过觉悟这个无心 没有这个心的存在 无心无可得 然后也没有一个法 一个心 然后得到一个法 得到一个法 所以可得不明法 如果有法可得呢 就不叫做法 最重要在这一句 若了心非心 实解心心法 你要了解呢 这个心啊 非心 无心嘛 今天传道就是要你 了悟这个心非心 我们一般的认识的自己就是 我很懒惰 我很担忧 我很紧张 我很什么的 然后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自我催眠了 久了别人也认为你就是这种人 告诉你 始心非心 你所看到的这个坏心眼 它是不存在的 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看 你的沮丧恐惧拿出来看看 无形无相的东西 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要去了悟它 直接发现它的不存在 要了悟它 把心收回来 好好看一看 看一看它是不是存在的 观自在满 所以不要说 先肯定它的存在 我要去消灭它 你肯定有这个病存在 然后我就要用什么药来治它 你发现 察觉到它是虚幻的 先从自己的心开始察觉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过去就是这样子了 我从来就是这样子的了 这就是过去心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喜欢谈这个 一讲到心灵的探索 就很喜欢探索自己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了 甚至我上辈子就是这样子了 这就是过去心 拿出来看看 心非心 此心非心 所以你要能够了悟 那些困扰你的所有的心 都是不存在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什么是以心应心的大法 所以诸佛菩萨的这种 大慈悲心 大智慧心 可以以心传心 可以直接copy到你心灵中来 关键就在 你能不能够了悟心非心 不然我们都是觉得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 我的心就只有这边讲的 设心啊 贪心啊 贪财啦 我就是贪财啊 我对倒霉兴趣啊 我就是贪财啊 傲慢啊 自大啦 忘恩啊 想起来真惭愧啊 每一样都有 口是心非 狡猾奸诈 每一样都有 然后就觉得我改不了 我就是这样子了 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好好去了悟一下 好好去面对它 发现它 发现它的不存在 三宝就是要让你觉悟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装向沟通 请问第一条 叫孝敬前嫌 为什么要用孝敬这两个字 孝敬一般我们都是 对父母亲孝敬 那就把它改成尊敬就好了 很简单啊 这个法无定法嘛 就改成尊敬就好了 你要改成尊敬也可以 只要不要不敬前嫌就好了 因为一般人对于尊敬啊 这个尊这个字啊 尊敬这两个字好像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有经验啊 孝敬就是 在家里面面对父母 就好像面对父母的那种态度啊 拿出来啊 就会比较知道 哦就是这样子 就是对父母要孝敬 对前嫌 前嫌就是好像长辈啊 以前儒家讲的 孝所以弑君也 尊敬有一种 好像还是隔了一层 有时候敬鬼神和远子 所以说学孝道呢 将来跟自己的军 国君相处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子 跟他相处 孝敬父母的心拿来跟国君相处 就懂得什么跟国君相处 所以弑君也 我是推测是这个原因啊 就是把那种孝敬父母的那种用心啊 用来尊敬前嫌 还有直接拣虐就直接用孝敬 那么如果前嫌德性有问题或者是走偏了 那后学还需要孝敬或者是尊敬吗 如果前嫌天头磨到背足忘根啊 那也不要去跟随他 那前嫌一定要最好是能够前嫌能够像父母一样 我们自己当前辈的也要主要要像父母一样 像父母一样呢什么 就是要把后学当自己人 该讲的就要讲 该讲的就要讲 该劝的就要劝 该纠正的时候就要纠正 不要当外人 以前的前嫌是这样子 像侯前人就说周老前人 对他呢 又像父亲又像老师 又像好朋友 亦凶亦友亦父亦师 他说该讲就讲 该骂就骂 甚至该打就打 老前还会打人 你这个讲不听了 拐杖拿起来就打 这就是把你当自己的子女 我们这孝 这个字我们觉得好严重 因为我们跟人很疏远 就算在道场里面也是蛮疏远 甚至现在跟父母都很疏远 但这是古人写的 这本书是以前人写的 以前人进入道场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前贤就像父母亲一样 所以才会用上孝敬这两个字 我是这样推测的 因为我有见识到 那一辈的那些前辈 他们确实进入道场就真的是一家人一样 甚至称夫都不是称前前后学 称爷爷、伯伯、叔叔 称兄道弟都是这样 我们前人 那个老前人 那些道亲都称他爷爷 然后我们 我们伤前人就称伤叔 是这样子的 伤前年纪跟他们比较近 就称叔叔 伤叔 那就是一家人 请问如果我们觉得毛病不存在 那要如何下手去改毛病 承认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毛病习气 这样才能够改变 那如果我否认说毛病习气的存在 那要怎么下手去改变 那你不是觉得他不存在 就看到他实在不存在 他就消失了 我比方说举例来说 我现在生气 然后我去观察他 我觉得我好容易生气 就发现他这不存在 然后你就变得不容易生气 你注意这一点 就变得不容易生气 那就表示你真正了 真正了心非心 真正了心非心 为什么不直接改毛病去脾气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想象生气是不存在的 你改毛病去脾气在一个前提之下 你肯定他的存在 你肯定这东西的存在 你肯定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存在 这就是一个虚妄 所以很难改就在这 为什么有人永远一辈子都在改就是这样 因为很容易紧张的人永远都在改这个紧张 因为他肯定他的存在 所以他用很多方法让这个紧张缩小 缩小缩小 一不小心他又变好大 因为他肯定他存在 就好像你肯定家里面有鬼 事实上是没有的 然后你就用各种的符咒来压他 把他压到这个厕所的排水孔里面去了 那天他又从排科一口探头出来了 是不是 很多人一辈子面对自己的心灵都是这个问题 都在在这个上面 心非心 光是字面就很抽象 很难以理解 而改毛病去脾气 很具象 很好理解 为什么不用容易理解的方式 并不抽象 事实是这样 事实心非心 注意这不是说我们要把他有的看成没有不是的 就是把没有的看到他事实还没有 事实上他是没有的 这种深奥的道理 其实我们在字面上理解的 然后要落实实践在生活上 也有他的困难度 我们传道就是要让你做到这一点 我们传道就是传这个东西 祖师所传的就跟我们今天传的是一样 传道就是传这个 你要直接看到 他是不存在的 他的不存在他就消失了 这一点要好好去聊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一个人一心的希望自己能够重乐透 这是一种贪心 那如何要让他去察觉这个贪心是不实存的 可以让他放下贪心 就这个贪心是吧 嗯 他问题不在这里啊 他问题是说 第一个他会不会被自己这种贪心所苦恼 他现在苦恼的不是贪心 他现在苦恼是中不到 中不了奖啊 他苦恼的问题不在这里啊 如果他苦恼是我不想买乐透啊 可是我就会想要去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贪心啊 这时候才需要这个啊 很多人问题根本就不想面对 我们这个问题是已经上到第十堂课了 他已经要面对自己的坏心 那有的人是根本不想面对自己的坏心 他自私 他不觉得自私是坏的 他只是希望怎么样排除 妨害自己自私自利的因素存在 他贪心 他希望自己的贪心能够得到满足 他并不想消灭贪心 这不是今天的问题 比方说大部分当妈妈的面对管教孩子的时候 都很容易生气 那我们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如何用这种察觉生气不实存的方式来解决生气 或者是放下生气 或者是让生气消失 大部分当妈妈的生孩子的气就是 你不要惹我生气就好了 对不对 但想法是这样 我生气了 你不要惹我生气 问题是 他同样这种行为 为什么 有人不会生气 有人会生气 有人生气很大 有人气很大 有人气很小 这就是自己的问题 那就只表示我很容易生气 同样的行为 或者你可以管教他 你不用生气啊 你可以管他教他 但是可以不用生气 那为什么多出这个气出来 就是自己认为说 我一定会生气 自己认为 或者说还有认为生气有效 但是大部分妈妈都知道生气没效的 都知道生气就算有短效 将来也是后患无穷 除非说自己执迷 非要认为这是有效的 除非是这样 那好 那如果说知道生气无效 但是又忍不住生气 那我要怎么样化掉这个忍不住的气 那如果说他一边生气一边想说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要让我生气 那就没救了 那你想要把自己的 想要把自己的情绪 放在说 环境改变 环境改变 环境要符合我的理想 我的心灵才不会波动 那这辈子没有希望 那很容易扩张到说 最后呢社会要很安定才行 这个总统要很好 单官的文武百官都要好 文官不爱钱 五官不怕死 天下太平 我心情才会太平 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会无限扩张出去 其实有时候如果一个人容易生气 而且呢认为说 我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个人因素 是因为别人惹我生气 而他有那个福报 让这些惹他生气的人 都不惹他生气 那就很可怕了 他就会再扩张出去 越来越扩张出去 这种人就会变得非常易怒 因为人家不敢惹他 但偏偏 你有福报范围没有那么大 就是身边几个人 有时候到外面一不小心碰到什么事情 哇就怒不可遏了 就被惹翻了 就怒不可遏了 这个反而可怕 有这种福报反而可怕 反而那种易怒的性情 会无限扩张 这种心非心的观念或想法 这是如果要变成一种羞耻 要如何入手 这就是入手 这三个字很清楚 贪心 非贪心 这个《金刚经》里面讲 什么 就加一个什么 非 众生非众生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想着 贪心非贪心 是不是就觉得贪心也是正确的 不需要去割除 不需要去改掉贪心 没有啊 贪心不是正确的 只是说 在这个前提就是你想要消灭贪心的时候 你又消灭不了 那你就要用这个贪心非贪心 但是一个前提就是 你想不想消灭自己的贪心 你想不想消灭自己的诚恨心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贪心起来的时候 就是默念一次真经 也许这样还比较直接有效一点 念一次真经 为什么很多人用三宝觉得没效 原因就在这里 就觉得说自己的 自己 用三宝有时候根本压不下去 对自己的负面情绪 坏心眼根本压不下去 那或者说你用三宝用得很强 事实上你是转移注意 很强 心转移到三宝了 那那个东西就暂时不见了 等到你一步用三宝 心又注意到那里的东西又大起来 所以永远有一种无力感 所以一定要直接去面对自己 这种负面的心灵 然后察觉到它是不存在的 你们有这种经验吗 还是大部分经验都是压不下去 用方法压但是压不下去 那个经验有没有 用方法压压不下去的经验有没有 有啊举手一下 压得下去了 但是没有办法消失 随时又会跑出来 对不对 跟打那个地鼠打下去 打下去又冒出来 打下去都会冒出来 这种经验有没有 打下去又冒出来举手 每个都有 你要说什么 来 嗯 那我觉得说因为早上我到邮局 然后他会跑 那他问我 也要带布置 我想说奇怪会跑的 你把我带布置 他妈说你要带布置 你不要发指太前 那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 我还活 那个活得出来 然后后来就想到经理说 只要你一点点动 你就不对了 嗯 那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就 他学到一点点 我就赶快就觉得 我不对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嗯 那 即使我再绕一圈 我只能换到银行去 我宁愿你不花了三十块 然后我耗掉一百块的一个钱 也OK 然后轮到一圈 然后在这个绕的过程 我就想到说 他也有他的立场 嗯 那营业员也有很多立场 嗯 所以他没有 就是 那不是他的不对 嗯 对 那从这个阶段以后 我就提问到刚刚一大手在讲 这个聊手处 我觉得说 你直觉你的心当下的念头 要想说生气是空的 那你可能要 你的羞耻达到很高的一个境界 嗯 那我觉得说你第一个念头 你觉得说生气是不对的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只是一个入手处 可能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讲比较简单 嗯 然后也许等到风够了以后 那时间以后 你这 直接你那个气就没了 嗯 心情本来就是空的 跟肉体有一天 它是不处待人一样的 嗯 是啊 是啊 你们可以这样子 用各种方法来绝受 嗯 但是 真正的关键处还是要在这个 心非心 不然的话呢 你像以女的例子来说 你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在这个 生气是对的是错的问题 嗯 你会这样想啊 对方有她的立场是什么 如果对方完全没有理由怎么办 完全没有理由是怎么办 那主要的问题 以你来说你的问题就是 你已经自我设定 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嗯 对不对 我就是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嗯 这就是我的过去心啊 我过去以来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种人嘛 同样这种事情 大家常常碰到的 谁会为这种事情生气 对不对 哦 根本就不需要说去自我行查 是什么的 为这种事情生气的人不多 不多 我说办个手续 这尝试嘛 当然是这样子的 我不可能为这种事情生气的 大部分人也不可能 那你为什么会为这种事情生气 因为你就认为 你已经自我设定 我不惹不起了 不要惹我 我好容易生气哦 好容易生气 所以 这种自我认定 就很可怕 这种自我认定 就你就 永远都要面对一个火山了 因为火山是存在的 你就要想 哇我又怎么样子 用各种方法 来对峙自己的火山 察觉到这个火山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要能够察觉火山不存在 是不是要先建立在我不存在 世界不存在的前提 直接察觉这个心不存在就好 直接察觉这个心不存在 这个你整天要对付的心 受你困扰的心 或是你要满足他的心 首先就不要满足他 一般人终生就说我要满足他 我要满足这个心 比方说我生气 我就要让他发怒 我要压倒对方 要改变对方 对方认错了 我家里送 这是当兄的经验 就是用三宝来降伏其心 就是简单的说 家里有鬼 但是我的符咒有效 我的符咒有效 我一用他就缩回去了 那个地鼠打了就缩回去了 他不会打不下去 对不对 打了就缩回去了 有效 这个棒锤有效 可是他还是会冒出来 还是随时会冒出来 他永远都存在 是不是这样 我们常常提醒的话 自然是才有效 如果没有的话 但是你偶尔用的话 不像是不像 是啊 还有这个前提 偶尔用还不行 要用得很熟练才行 好好 请说 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生气 对 然后就是比较好的 对 但是人家是吃饮饭 然后像你们就会想说 是不是要人事互动 什么 就是我们也不要 因为不生气就是 有 欸 怕会有好人 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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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然后就会想说 我们就是 也要有像人家 像那个观光啊 一种是那种灰烟 不然 可能 我们有个想法 甚至因为我们不生气 然后 别人 呈现出那种 就是 情感的 就不好的行为 是因为 就是让他们产生这个行为 然后我们又如何 在女人的互动中 让他们的这种行为 不会出现 或者不外 这样再说 你生气 用生气来 对峙别人对你的侵犯 那是最 最奥薄啊 那是 那算是 很差劲的方法 就好像警察用生气来吓坏人 有什么用 警察面对坏人不需要生气的嘛 把你抓去关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面对人家对不合理的这些 我们有很多的智慧 有很多的一种坚持 有道德 甚至有先佛菩萨 来复制 有很多方法 不需要用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呢 生气很容易被人家看穿手脚 人家说 操不上人家人家 弄两下就知道 你就这样 对不对 他根本不怕你生气啊 坏人不怕你生气的 他就怕你不会生气 真正我通过太多坏人了 他怕你不会生气的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 你招数多了 不怕你生气啊 最好弄到你生气 弄到你生气 你就被看穿手脚了 对 就好像什么 对不对 就要像你 狗咬你 狗要冲过来 要咬你 然后你看 就这样子 不需要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随便拿个石头 假装一下他又跑掉了 人的智慧超过这个太多了嘛 但我们大部分人都 怎么样都是内招 好啦好啦就讨论到这里了 没有时间了 要修行 要修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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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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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